坏了坏了不好 雨林蝎夹住了天牛的头 不会把天牛的头夹扁吧 昨天三位猛虫大战雨林蝎时 我的哥哥在慌论之中 被雨林蝎夹上了腿 他的腿还出现了绿色的嘴 又从盒子上掉下来 摘蛇了 今天他的只能躺着 吃一些面猫虫了 希望他能早日康复 比这个哥哥更惨的就是这个小小 居然敢正面硬张雨林蝎 还把雨林蝎举了下来 这个盒子要是不光的话 就有可能把雨林蝎揪翻 最后还是让雨林蝎的鞋子一顿甲 最后被雨林蝎夹的装后退 直到今天他再也不动了 今天我要为我的敲甲报仇 先用水智吸他的鞋 但水智从他的身边跑过 水智都不敢触碰鞋子的身体 最后只能请示我的无敌大天牛 昨天只有他没有受伤 这个天牛又不是深浅 居然抓到了雨林蝎的夹子上 雨林蝎想用另一只钳子摆脱他 好像用他的嘴咬住了鞋子的钳子 那个天牛还在不断的发出声音 天牛的嘴就像钳子一样 这到底是水加水啊 天牛感觉越来越有劲了 老弟们天牛不会把雨林蝎的钳子咬掉吧 哎呦我去 把雨林蝎咬得一动都不敢动 最后还是天牛送开了他的钳子 都以为战斗已经结束 雨林蝎也放松了警惕 居然把尾巴留给了天牛 但是天牛一下扑上来 居然咬住了雨林蝎的尾巴 天牛真是不讲武德 居然在后面偷袭 还在不断的发出声音 我太难了 雨林蝎好像走过身对战天牛 想用大钳子夹的 好像夹住天牛的手脚了 但是他的位置不怎么舒服 他的大钳子根本发强力 这个天牛还在一直的夹 根本都不想松口 雨林蝎好像用他的钳子的反击 但是天牛的护压太高了 天牛的脖子还是带刺的 雨林蝎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了 最后只能爬地求饶 爬在那盒子里一动不动 但是那个天牛还没有松嘴 还在一直的咬着 可能把雨林蝎咬得太疼了 雨林蝎不反抗的话 天牛要不撒嘴 就像一头疯牛一样 咬住就不撒嘴 这个天牛真是想给 他的两位兄弟抱着握 雨林蝎最后只能反抗了 用钳子夹住天牛的腿 老天们我又在担心了 他俩要一直这么缠斗 会不会两脚俱伤呢 最后雨林蝎使出了全身的力量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雨林蝎终于摆脱这只疯牛了 他俩到底谁赢了 咱们再看看雨林蝎的尾巴 受伤的部位都出损了 老天们他不会有事吧 再看看这只天牛像发疯似的 连水质都不放过 老天们还有谁吃这个大天牛的对手